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如何建立寶可夢的瑪麗路 那今天呢是使用沙莉沃斯的曲面建模 來把它做出來的 那這次這個作品呢是非常適合說 你要剛入門曲面建模的時候拿來練習的一個作品 那這裡呢大致上會有幾個指令呢可以把它完成 主要是邊界填料 然後多本體技術以及彎曲 主要是這三個指令呢就可以把它完成的 那這裡其實對於剛入門曲面建模的人呢是蠻適合的 那這裡要怎麼做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來介紹他的身體以及耳朵的畫法 那一開始呢是先畫出他的身體 那身體這裡呢是使用了邊界填料這個指令把它做出來的 那這裡呢是運用四個草圖 我顯示給大家看一下 那顯示出來之後我們會發現說這四個草圖呢是分開來的 那這裡呢我進入了草圖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裡呢是運用一個圖片然後插入一個草圖圖圓呢 來做一個參考 那這裡呢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草圖呢它不是一個正面的 那這樣子呢我們就是拿來當作一個輔助用的 那最終呢我們的外型還是由我們自己去做決定的 所以這邊呢草圖的話是給我們做一個參考以及輔助用的 那這裡把它畫出來之後 記得呢這裡的四條邊線呢是要連在一起 以及草圖是要分開的 不要四條線是畫在一個草圖 這樣是沒辦法做的 再來呢我們再畫出了這幾條的是導引曲線 那這裡呢給大家一個概念 我們就想像我們是在做黏土或是在做燈籠的時候 像這樣的概念呢把它做出來 那這些地方就是支架的地方 那我們在做的邊界填料呢 就是黏土 以這種方式來把它做出來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我們很多地方呢都不是一次就把它完成了 是分很多步驟的 像這裡就是一塊黏土 那耳朵呢就是另外兩塊黏土 那這個黏土裡面呢就是有類似燈籠的裡面的這個結構 像這種概念呢把它做出來的 那接下來呢是耳朵我讓大家看一下 那這裡耳朵也是用邊界填料 一樣用四條的草圖呢把它連在一起 再運用了3D草圖的一個導引曲線 做出這樣的一個外型出來 那做完之後呢這裡 就做一些偏移以及架後除掉的動作 把耳朵裡面紅色的地方呢給它繪製出來 那這裡讓大家看一下 這裡呢是畫出這樣的一個外型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邊裡面呢都是使用的不規則曲線 那對於這些指令你如果需要深入一點的一些細節 你可以到曲面的入門篇 或是邊界曲面篇裡面呢 那你都有詳細的解說 這樣子你會更詳細一點 這邊就告訴一下各位 這些方法是什麼 那接下來呢我們可能畫完之後 會比較建議說這裡的邊界填料呢 不要讓它是 合併在一起的 因為這樣子如果我們位置不對比例不對的話 我們可以運用多本體的技術呢 來把它做移動或是結合 像這樣子 移動到我想要的位置 像這樣子 然後最後呢 另一邊我們再來做近色 以及做 三個本體的結合 那這裡呢 大致上就先完成了耳朵以及身體 那第一步呢就先做到這裡囉 接下來呢 要畫出臉部的其他的細節 以及手與腳 那這裡呢 我就會做得比較快一點 那這邊呢 我們使用的是 偏移曲面一個零的 一個參考 參考完之後呢 我們就做了 草圖 那這裡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畫出兩個圓的外型 然後做曲面的修剪 修剪完之後呢 把這兩個曲面呢 做一個加厚的動作 然後最後再來做圓角去修飾外型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那最終它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做一個後面的特徵出來 然後接下來呢 一樣繼續去做一個偏移 那這裡呢 一樣都是拿曲面來做參考 做出這樣的一個嘴巴出來 以及裡面的舌頭 那我這邊就省略一下它的步驟 因為做法呢 都跟眼睛這邊都是一樣的 那我就會 做得比較快一點 以及肚子的地方呢 一樣適用這樣的方式 那差別在於這邊適用的是 加厚除料 讓它是凹進去的 那做了這樣的外型呢 會方便我們未來 在做3D烈焰的時候呢 塗顏色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接下來呢 我來講一下 是把手給畫出來 那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裡呢 其實做法都是一樣的 這邊我們運用的是四條的草圖 那這個草圖呢 都是四條線 那跟各位講一下 我剛剛先前有說到的一個 訣竅呢 就是我們在畫曲面建模的時候 我們把它想像是在做黏土 黏土的話都是一塊一塊把它拼湊起來的 那這個黏土呢 就是運用了類似燈籠的結構 把它編織出來 像這裡主結構是這樣 吃藥結構呢 就是導引曲線 是這幾條曲線 那就把它做出來之後 運用了邊界填料呢 把它做出來 那做完之後 就是這樣的一個外型 讓各位看一下 那這裡也是建議說 不要讓它合併結果 因為我們可能 位置不對 或是比例不對的時候呢 方便我們去做移動 像這裡我讓它移動一下 改變一下它的角度 像這樣子 那這邊呢 有興趣的 你可以去 直接編輯裡面有一個 移動複製本體 那如果想要詳細的知道 這裡面的 一些指令的話 你可以到多本體的技術篇 裡面有詳細的解說 那這裡呢 我們就在做一個鏡射 另一邊我們不用再畫出來 我們用鏡射的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做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接下來要來做角了 那角的話 其實做法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邊我可能會 可以說的比較快一點 那就是讓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些 基本的指令是什麼 那一樣 四條的主結構 跟其他的次要的導引曲線 就是黏土以及燈籠的概念 把它做出來的 那這邊我就不再做詳細的說明 那這裡呢 就是移動一下它的位置 以及角度 擺放到正確的位置之後呢 一樣做鏡射 那這邊剛剛 手跟腳呢 你可以 手腳做完之後再一起鏡射 或是你要個別去鏡射 這邊都可以 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 那這邊就是 你只要做得出來都沒有問題 甚至說你畫完之後 你可能只畫一半另一邊用鏡射 也是可以的 那這裡手腳就已經完成了 那第二步呢 我們就先做到這裡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尾巴的畫法 那這裡呢 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小細節呢 你可能要去畫出來 像是鼻子啊 或是眼睛裡面的一些眼球 那這邊的做法呢 就是跟眼睛是一樣的 那這邊我可能會講的比較快一點 那這邊的話 鼻子修剪完之後呢 一樣做一個加厚的動作 最後再來做圓腳去修飾它的外型 這樣子也是很輕鬆可以完成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做出尾巴的地方 那第一步呢 是很輕鬆的 我們做一個旋轉 做出一個球體 做完球體之後呢 我們要做的是尾巴的細的地方 那這裡呢 我們先把我們的尾巴這個圓球呢 移動到一個我們想要的位置 假設是這個地方 那之後呢 我們透過了一個基準面呢 畫出這樣的一個尾巴出來 我是使用深藏填料 那這裡呢 我運用的是上機準面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進來之後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邊我是沒有去標註尺寸的 就是用一個很隨性的方式把它拉出來 然後呢 我給它的寬度呢 是3mm 然後直接做一個深藏填料的動作 那這裡呢 記得先不要讓它合併結果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它的編輯特徵 注意一下這邊的合併結果 是沒有打勾的 那我給它一個 一樣是3mm的厚度 那深藏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一個動作呢 就是彎曲 那因為這裡呢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 有一點曲線的方式 那我們透過了彎曲的指令呢 就可以讓原本深藏填料的指令 所做出來的外型呢 有一個彎曲的形式 那這樣子對於我們在建立這個尾巴呢 會比較輕鬆一點 我們先做了一個角度的彎曲 再做第二個角度的彎曲 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 那這裡呢 細節我就不會再做詳細的說明 那這裡有興趣的 你可以去參考彎曲的指令篇 那裡會有詳細的說明 那這裡呢 接下來我們再移動到一個 我們想要的位置 移動完之後 我最後再做一次彎曲 給各位看一下 好 那我總共是做了三個彎曲 所以這個 我們來看 原本是一個平面的 現在已經變成不是一個平面了 已經真的像是一個閃電型的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原本 可能 不太容易建立出來的這個尾巴呢 透過彎曲指令其實蠻輕鬆的 我們也沒有畫任何草圖 只是用指令的方式呢 去把它設定出來的 好 那做完這裡呢 大致上就已經完成了 馬力路的整個外型 那最後呢 我們再來做一個結合 好 讓它整個 本體全部是融合在一起的 這裡 最後呢 再來做一些小細節的一些修飾 好 像是眼球的地方 好 先把這兩個 把它偏移出一個零的一個曲面 偏移完之後呢 再做一個曲面的修剪 那曲面修剪裡面呢 會畫了一個草圖 給各位看一下 好 這邊是透過前期準片 所畫出來的眼球的部分 畫完之後呢 這四個 全部做加後除掉的動作 那這邊就是 做法都一樣 我就不會再做詳細的說明 那做完之後呢 瑪麗路就被我們完成了喔 那這邊讓各位去嘗試一下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那關於瑪麗路它的外型呢 看起來是蠻簡單的 只有幾個指令就可以把它完成了 那這裡呢 我會蠻建議說 你剛學會的曲面建模 想要拿一個物件呢 來練習的話 瑪麗路是非常適合的 因為它整個外型呢 是相對簡單的 那這裡用到的呢 都是比較基本的曲面建模 所會用到的一些方式 很適合拿來做一個建立的練習的 那這裡你如果想要做3D列印的話 那這個檔案我也會提供的 那關於這個檔案要怎麼得到呢 就請持續關注本頻道 那如果你有看到一個瑪麗路的作品 你把它點進去 影片底下的連結呢 都會放向這個檔案的下載的連結 那這裡如果你是想要使用3D列印去列印它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在列印的時候呢 你要設定的是需要支撐 那這裡除了支撐以外呢 像手的地方以及尾巴的地方是需要支撐的 球體也是不好列印的 那這邊也是需要支撐 以及說因為它這裡是沒有大平面可以使用的 也不太會建議你是使用邊緣 因為邊緣的話可能它的黏著力沒有那麼好 會建議你開啟木法 以木法來把這個物件 牢牢的黏在底座下面呢 這樣子列印的成功率呢就會比較高 這裡在圖顏色上面呢也不會太困難 那只有小細節的地方可能比較難處理 像是眼睛以及嘴巴的地方 那剩下的地方呢都是蠻好去圖它的 那這裡的話呢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的呢 你就等待這個檔案出來之後呢 來去列印它或練習 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